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店长要来讲讲有关于科隆大教堂的传说故事 科隆大教堂在建造的时候 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工 他最大的问题是石损 因为天气和环境污染 侵蚀了大教堂内五十多种不同类型的石头 那个工匠跟石匠就是几乎无法跟上修复的工作 仿佛大教堂是一个永远的工地没有完工的一天 曾经研究过法国大教堂建筑的戈哈德·冯赖尔 这位建筑大师受命在一年内提交一份建设计划 他兴致勃勃的开始工作 但每当他确信自己找到了可行的计划时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他感到有些绝望 有一天他走在莱茵河的对岸 在一块俗称恶魔之石的巨石上睡着了 睡梦中魔鬼非常恼火的对他说 你再做一项不切实际的兼具工作 我会在你完成建筑之前 铺设一条从特里尔到科隆的水道 他可以为这座美好的城市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功能可不比摩泽尔的葡萄酒还差 我认为这样的运河 对这一座已经拥有许多教堂的城市更有用处 我可以施法帮助你教堂的建造 我们打赌 如果我还没在这三年后的第一生基名之前 完成我的建筑 让特里尔的水流到我的水道中 而当你把最高的皇冠 放在你的大教堂的塔顶上时 你就可以获得自由 否则你必须交出你与家人的灵魂 建筑师不相信魔鬼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完成这么强大的结构 他想了想接受了魔鬼的赌注 同时间一个巨大的杜嘲的支柱 离特里尔越来越近 然后在大教堂的塔顶 这是一件古罗马人的艺术才能完成的 令人自豪的作品 然后当大教堂的塔楼达到起重机的高度时 建筑大师站在上面往下看 惊恐的看到魔鬼的水道已经到达大教堂 不过水道中并没有水 据说因为魔鬼的地下管道建得很糟糕 水根本流不出来 建筑大师格哈德知道原因 因为还必须挖掘通风竖井进行换气 水才能流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建筑师向妻子吐露了心声 就在此时 这个秘密竟然被魔鬼也听到了 魔鬼知道自己的问题以后 马上着手进行通风竖井的建造 水声咆哮着 一只白鸭子还在水面上游来游去 这位建筑大师见到自己被打败了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输了这场赌注 便从塔顶上一药而下 嘴里诅咒着 如果我不能完成大教堂 那么我之后的任何人都不会成功 魔鬼夺走了他的灵魂 作为胜利的标志 魔鬼在教堂的屋顶上扔下了一块石头 留下了一个三四英尺宽的洞 根据后来的明文说是风把石头吹倒的 这块石头还躺在教堂旁边的人行道上 人们称它为恶魔之石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像公鸡爪一样的印记 那是恶魔爪子的落印 而魔鬼的水道确实存在 长95公里的艾菲尔水道 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古建筑 也被称作罗马运河 或通往科隆的罗马水管 它是罗马帝国最长的渡巢之一 它将艾菲尔山脉的饮用水输送到了科隆 这个系统在古科隆的罗马城市前的最后几公里 管道离开地面 将水运过一座高约10米的渡巢桥 这种额外的建筑工作 原因是为了能够为城市的高海拔地区提供压力管道 当时的管道由铅板组成 它们被卷成一个环 环的街头处焊接在一起 罗马人使用青铜制的活塞配件 然后水主要流入城市中的许多公共喷泉 这些喷泉一直在使用网络密集 以至于城市的居民不必步行超过50公尺 就能到达其中一个喷泉 该线路还提供温泉浴 食人住宅连接和公共厕所设施 污水通过位于科隆地下的运河网络 被冲入了莱茵河 这些下水道的一部分 至今还可以在科隆行走与参观 这个传说在介绍为什么宏伟的大教堂 一直到19世纪才完工 以及大约90公里的罗马水管的起源 店长很喜欢跑博物馆 我觉得在德国这个古迹 我已经看了很多了 不过这一系列神话传说做下来 我觉得德国的宝藏 数量还是真的很惊人 我希望这些故事 在大家游览德国的时候 对大家也有些帮助 那靠谱店长我们下次见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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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